哇 哇 好自動 加油 我要收 都是我 記得兩隻板子的同時往下滑 累了嗎 上回家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宣傑 很多人都有去過室內溜冰場 但你知道台灣也有室內滑雪場嗎 你看我身後就是一片白茫茫的雪毯 我們待會就要在這裡來體驗看看滑雪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的教練就在這裡 小木典教練 大家好 我是Jolly小木典 今年其實是冬季奧運 哪算是中華隊久違的人數比較多的一年 而且你知道今年其實只有兩位選手 但是已經是比較多的一年了 所以其實在台灣滑雪真的是非常的發展 非常不容易 那我們也都要給這些選手鼓勵一下 小木典教練 那我們如果要開始室內滑雪之前 我們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當然是要配一雙合腳的鞋子 然後我們先往前走 對 人要跟上去 對 人要跟上去 你真的走得很像機器人 好 腳跟踩住 用力 用力 上機台之前呢 我先講一下我們滑雪的一些基本的站姿 嗯 與肩同寬 對 這樣子 OK 所以我不要坐著滑雪 我要站起來滑雪 對 前傾的 yes 有不一樣嗎對不對 對 學會基本站姿 我們立刻上機滑雪 結果馬上就被打回原形 好緊張 準備喔 膝蓋彎彎的喔 好 放鬆然後直接讓它滑下去 好 來 好 對不起… 對 我會幫你… 好 來 再來一次喔 放鬆 好 腳掌 腳掌 與肩同關喔 其實是滿有天分的 對… 有天分… 有…好 手放開 對 身體不要動 好 再來 好 進入… 第二個課程 我要讓我的板子呢 做一個這樣旋轉 好 用我的大腿帶動我的腳趾頭 嗯 對 不是屁股喔 好 沒辦法分離 沒辦法分離 OKOK好 屁股跟他腿要分離 OK 好 來 放另外一隻腳 所以我們待會兒就從平行站姿呢 變成我們講的那個PXR站姿 內巴 所以你的重心要先放到左腳去 重心 力量踩到左腳 踩不過去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呢 要拿出終極武器來幫你 很像那種小朋友學起腳踏車的時候都有輔助輪 是 他就是腳踏車的輔助輪 已經看起來流汗了 是 我也流汗了 交到流汗了 一樣 手 鬆開 對 喔 好 手往前 對 嗯 對好 反正繼續推 對繼續推 好 累了 累了嗎 上回家了 你在滑雪的時候 你把你用到幾個主要的肌肉 譬如說你的腿還有力氣 可是呢因為你很緊張 我相信你剛剛連眼珠子都拿出來用 對 就眼珠子一直瞪著前面 我可不可以往前滑出去啊 好 那脖子是往前伸 所以你會造成你所有肌肉群呢 都用在不該用的地方 好 所以你的人呢 滑3T以後呢 相當於一年的運動量 直接重足 直接解體了 對對對 好像有一點點感覺 對好 兩隻腳平均喔 好來 膝蓋天上不要用 欸對很棒 有有有 欸有有有有 有微微的感覺 所以披薩變大的時候是主力變大喔 對不對 所以我會讓主力變小一點才可以往下滑對不對 對 好 其實要放鬆一點 放鬆 有 欸 有有有有 有滑雪的感覺 欸欸欸欸 好 有天賦嗎 有 有天賦 滑雪小天才 而且你剛剛呢馬上就體會到說 你往前的時候你的板子是被你控制的 對 你剛剛上去的時候呢是躺著滑雪 對 最後終於站著滑雪了 待會呢 你負責滑 我丟給你 哈哈 手伸出來 好 嘿 小心小心 你定住了 我要說 就是我 嘿 那個撿球的後來喔 球童喔 看來我只有 沒有籃球的天分 推大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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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往前 好 來 再來 手往前 我要拿掉輔助輪了 對 要去掉輔助輪喔 這是高難度的 舉步為肩的感覺 不要用手錄的要從手滑 記得兩隻板子的同時往下滑喔 欸好一點了 好 挑戰成功 耶 好 終於 對 棒 明天起來我一定整隻大腿直接鐵腿 真的 累死了 可以回家了 可以回家了 剛剛啊我練了40分鐘的滑雪 然後我現在全身大爆汗 但是我覺得我已經先回家了 是一個滑雪小天才 等到疫情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出國去滑雪了 但是呢 也不要忘記 2月4號開始呢 就是冬季奧運喔 不要忘了要幫中華隊加油